创作者的勇士不仅仅是一个从想象中诞生的故事 它是2015年9月的第一天 在新闻媒体中传达了一个感人的场景 一个身穿蓝色短裤的男孩的小身体 和一件红色的衬衫被摇摆在地中海的水域 是小爱兰库尔迪 当他们从他们的土地逃脱暴力时与他的父母一起遇难 并且发现这个小男孩不幸被溺水死亡 我和我的永恒的成千上万的不幸的灵魂 混合了小爱兰的不幸走过这些土地 因为从小我就学会了享受 笑的痛苦和哭泣 我得到了快乐和宽慰 我也看到了少数人的享受和更多半世界的痛苦 而且我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苦难 享受了一些 看着天空我问了很多问题 但我从来没有找到答案 我主动采取行动 打算见证天启的开始 我打算为此做出贡献事件 由于对宗教事件知之甚少 我托住标记圣经历史里的里程碑的人物 我将他们设定为拯救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方式 一个叫做地球的世界 一个名叫彼得的人希望称之为天堂 名叫彼得的男人有一个机会在他的生活中 面对如此多的虐待他的无助 他试图与创作者调解 他也问这个问题很多 这只能设法回答 所以我做事 没有人可以责备我 不是凡人敢不服从 所以他的设计也是如此 所以他做了他们 所以这将是永远的 因为这是他的法律 回应彼得 彼得不同意 你错了 似乎你讨厌你的臣民 你使一个好的灵魂受苦 你给予乖张的快乐 你的信徒对你失去信心 他们对创造者失去信心 对于那些之坚持惩罚敢于挑战自己意志的人来说 这似乎无关紧要 那个名叫彼得的人 无视创造者的要求 把自己扔向地球 随身带住一个任务 摆脱他的邪恶 彼得不会孤独 和他一起去无限的天使 因为创造者无法避免他的决定 并用他的恩典掩盖他们 不要犯堕落天使的同样错误 要求叫他们爱他的邻居 这不是彼得的意图 他会更加严厉地渴望让地球成为一个天堂 可在亚马逊书店预定